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讲吧 后来几个小时之后打电话再回去问 家人说父亲已经稳定了并且已经回家了 但是第二天父亲又开始大量吐血 并且紧急送到了医院 然后其他的同修就提醒这位同修说 让他把功德赠送给父亲 但是同修他就郁闷了 他想他平时都没做什么功德 后来想了想去 感觉在纽约法会做义工的时候 不知道还有没有功德 他就上乡的时候又跟菩萨讲 他说观世音菩萨慈悲我 因为我平时没做什么功德 我在去年参加过纽约法会 做过义工 他说菩萨慈悲我 把做义工的功德20%给父亲 祈求菩萨保佑父亲早日康复 然后后来第二天早上 他就收到家人的信息 说父亲的血已经止住了 然后报告出来也没什么大问题了 而且医生还说 如果再晚一点的话 父亲就救不了了 看见吗 然后同修他就 对他就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的保佑 因为师父以前在节目里也开始说 参加法会是可以救命的 所以同修 功德呀功德没有啊 要用的时候 将像是输到用时方至少一样的 平时不做功德 等到那个时候要有功德的时候 拿都拿不出来了 对就是这样子 其实很多事情如果有功德的话 真的能够比较容易的就解决了 得到父亲的保佑了 命没了 老爸叫命不是被他救下来的 对对 想来想去自己没功德 我再再跟你们讲了 跟你们讲要靠平时做功德的呀 对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同修他呢 我告诉你 他呢聪明是聪明在 他这个求法是对的 求法 他求什么你知道吗 他求观世音菩萨如果我在纽约法会还有功德 我就把多少 我告诉你你叫聪明 因为护法神 菩萨知道护法神他是具体执行的 你只要跟护法神说我把某某哪一个功德你认为有功德的 你给爸爸给妈妈 你只要指出具体的马上就好对面 你要说把我的功德 开法会的功德 翻翻的讲 有时候就没有了 明白吗 是这样 而且师父以前也开示过嘛 法会的功德很大的 说这个法会 参加法会是可以救命的 对呀就是这样 然后所以同修他现在他也 他就觉得 以后有时间的话 一定要多参加师父的法会 真的是太殊胜了 有机会嘛 上次有一个人不就是 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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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是就是 很多人 哎呀真的真的把那个快要快要医生都说救不了的人 还带到法会上来 你说师父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啊 结果他在那里已经不行了 师父怕拼命再帮他帮他帮他救回来 哦后来我们也都看到了 你想想看真的 这要靠平时的呀 你不能说 这到法会上你自己功德没有 就是说师父啊你来救救 师父也不能动因果啊 你听得懂吗 对对 菩萨也是这样 菩萨不动因果 都要靠我们自己去修 对呀 我不能把成果给你们 我只能教你们怎么种西瓜 对不对啊 对对 如果非常感恩师父 教会了我们种西瓜 那对呀对呀 你们都会了现在 感恩师父